应于祥全报于天想报混血孙!乱牵线! 于祥全,左,与米可白携手主持!图记者叶正薰社!2018年3月3日! 艺人于天津,3日现身华市节目天生王牌第二季首录现场,他提到郭建宏遭拔婚仪式相当感叹,对于自己是否可能角逐华市总经理,他话说得直白,我现在是新卫市主委,党政不可以干预媒体,那时候选上,小英总统就说,怎么办? 你华市不能去了! 对于与儿子于祥全首度携手主持,他笑说不怕儿子多话 余祥全被问到与老爸众议的外国媳妇人选交往进度,直喊乱牵线 余天透露,因为余祥全很喜欢小孩,他在家里要抱儿子的孩子,他儿子都不太想让他抱,他会大笑,你熟悉了没有? 所以才会找他来主持,因为是小朋友的比赛 他透露儿子在家话多,常被老婆李亚评教训,但上台不怕于祥全话多,一来自己有传授主持逆绝给他,二来台上还有贺一行可以坐镇,不怕他出错 他被问到先前帮于祥全要外国媳妇电话,后续如何? 美好气地说,他就没有行动啊,说这样很奇怪 余天想报混血孙 图记者业证薰社 2018年3月3日 余祥全被问到此事,忍不住直喊,太奇怪的了,联络上了要怎么开口? 在记者宾问下,他前翠大喊,根本就是我把自己要抱混血儿的孙,看到外国女生就乱咬啦 话刚喊完,现场一片笑声 新闻授权来源 Now New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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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订阅